说真的,特斯拉纯电皮卡Cybertruck 大家在外观部分真的看到腻了 就算等到现在总算正式推出 但相信很多人听到价格可能还得考虑再三 简单说在美国当地最入门版本至少要台币190万以上 目前台湾特斯拉官网也已经看到 这辆纯电皮卡Cybertruck外界预计引进台湾的车价 最入门也至少要台币300万以上 至于性能部分 特斯拉用这样的影片 简单粗暴地告诉全世界 纯电皮卡Cybertruck不止快 而且也指明挑战保时捷 影片一开始纯电皮卡Cybertruck 在四分之一英里赛道上 与一辆绿色保时捷911进行直线加速比赛 一开始大家想说 纯电皮卡Cybertruck 怎么可能只比保时捷911快不到一个车头而已呢 画面一拉开才发现 特斯拉纯电皮卡Cybertruck后头 甚至拖着另外一辆保时捷 强调我拖着你 但却跑得比你还快 真的很不给保时捷面子 特斯拉纯电皮卡Cybertruck 到底快到什么地步 让他敢这样挑战保时捷呢 仔细来看看 正是在美国上市的特斯拉Cybertruck 拥有三种规格选择 分别是后轮驱动版本 四轮驱动版本 还有马力最猛的性能版本 入门后轮驱动版本 0到100公里 加速6.7秒 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四轮驱动版本 加速进步到了4.2秒 但急速只有180公里 至于最强大的性能版本 马力一口气冲到了600匹 0到100公里加速 只要2.7秒 这也就是卫视摩特斯拉敢拍这样的影片 来羞辱保时捷 但这也仅限于0到400公尺加速 因为就算是最终极的600匹马力版本 急速也只有208公里 加上风阻系数 高达了0.335cd值 这并不是一个太过理想的数字 其实许多人期待的 特斯拉纯电皮卡 Cybertruck 虽然有着防弹板金 还能阻挡冲锋枪的扫射 但窗户没有防弹 只能防止石头喷溅 加上价格并不是过去 马斯克承诺的4万美金 而是高达了入门版本6.1万美金 甚至最贵车型 冲到了将近10万美金 但相信这样的外观 跟相当少见的纯电皮卡身份 仍将引发一股抢购风潮 如果到时候引进台湾 最入门售价将冲到300万台币 性能版本甚至有可能达到500万台币 您会想入手一辆来尝鲜看看吗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继续支持猪猪哥来聊车 我们下次见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地生菌 搜索中天车想家 或是输入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们了 感谢观看